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以无与伦比的现场演出 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现场之王而纵横四方 其实我最早知道受人乐队 是在当年的合集里面听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像刚才大家公愿地经历过 辉煌时代后的新一代摇滚旗帜 只是这支乐队现在也慢慢地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老规矩还是从现在乐队的核心人物 戴琴开始讲起吧 戴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1992年女无角星乐队来到北京 担任歌手及贝斯首 一年多以后离队独立发展 参与组建第一代受人乐队 担任贝斯首并负责音乐创作 第一代受人乐队 可能对于年轻的姚国宁指导的比较少 1993年第一代受人乐队正式成立 乐队的成员有主唱 洪正果 朝鲜族 吉他 后善力 美国 贝斯 戴琴 蒙古族 鼓手 官飞 也是这套阵容成就了受人乐队的大名 和在中国摇滚在乐坛的前期赞誉 同年10月在北京的摇滚圣地马克西姆餐厅 进行了首场演出 早期受人参加了多场演出 其音乐风格及现场演出深受好评 也是在北京音乐圈中沉淀时间最长 早早就被业内人士看好 有一定影响力的乐队 也给当时的中国摇滚增加了一种另类风格 在第一代阵容的时期 他们把中国文化有机的与西方现代音乐 结合在一起创作 1994年完成乐队的第一首作品《摸一摸》 并收录在《摇滚北京2》中 之后的多首单曲 也是收录到不同的合集里 其中车轮收录在1996年 青山发行的《摇滚合集摇滚之旅》中 《黑宝贝》收录在1996年 青山发行的《非常摇滚1》中 又是一个下雨天 收录在青山发行的《合集摇滚工厂》中 在《非常摇滚1》与《摇滚工厂》两张合集中 这时的主唱《红振博》已经退出 所以用了《带琴与乐队》这个名字收录了歌曲 而当时晚间新闻乐队的萧玉萍 也是参与了受人乐队的多支单曲的制作 在其中摸一摸95年在香港评为 《大陆最有思想歌曲》 《黑宝贝》1996年在北京音乐台上榜 这支被业内人士期待的乐队 在1996年底前音种种原因解散 除了鼓手关飞和被厮守戴琴之后还坚持音 其他两人都离开了音乐 之后没多久 戴琴与吉他手扶名相识 决定重组受人乐队 1997年 第二代受人乐队组建完成 乐队成员 主唱 戴琴 吉他 扶名 扶名的吉他是自学的 所以业内人士都说 他的吉他弹法比较另类 也成就了标志性的受人乐队 2006年 扶名加入了面孔乐队 贝斯 朱俊英 圈内称他为 扶 他与戴琴是亲密的战友及音乐同僚 一个坚持精神追求的胜利者 有着扎实的音乐基础和出色的音乐才华 一个技术全面 执着的创作型乐手 与主唱戴琴 一起完成了众多受人的经典曲目 鼓手王岚 这里的王岚还一直坚韧着超戴乐队的鼓手 也是后期国内最吃香的鼓手之一 1999年 授人与经文唱片签约 同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授人一 凶猛 陈吻 从容 与授人一样 成为中国摇滚乐 用衣经典 刷新音乐水准完美坐标 它成为中国摇滚乐历史 承上启下的经典之作 大陆摇滚速教王笔 台湾著名制作人方无形 国际混音大师胡碧烈联手打造 堪与国际同类唱片媲美的录音水准 专辑硬是摇滚的风格 融入舒缓大气的曲风 强调咄咄逼人的乐器节奏 邪录音混音强劲班底之力 催哭拉朽 气势磅礴 专辑中坚持就是胜利 伤口等歌曲已创新的曲风 成为了摇滚热名必听之作 在唱片业最低谷的年代 兽人这张专辑受到了巨大的成功 而在摇滚围里的这个时间段 兽人一度成为中国销量最高的一支乐队 在发行第一张同名唱片之际 兽人在全国演出频繁 在众多城市举行乐队巡演之外 成功举办过多场演唱会 所到之处受到了歌迷们的狂热爱戴 兽人用他们极具煽动性的现场表演 成为了歌迷心目中真正的现场之王 在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在200年年月的廊坊演唱会中 由于现场太嗨了 主唱一个剑步冲下舞台 长发飘逸真是非常帅 可惜太投入腿摔骨折了 巡演也因子中断 非常抱歉提起这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太经典了 不体会在摇滚始终遗忘的 同年 兽人在亚洲各国发行了同名专辑 受到了国际同仁及粤迷的喜爱 并不断受到各国的演出邀请 2000年 2001年 兽人两次印标参加了 日本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音乐节富士 Rock Festival 兽人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乐团 兽人用他们无法复制的现场表演 在国际音乐舞台上 充分证明了中国摇滚的魅力 此时的兽人已成为中国摇滚乐团 新一代乐队中最有号召力的乐队 2002年乐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北京梦 自上张专辑发行以来 乐队坚持着速度 力度及膨胀着摇滚的体积 向形式主义表现着野心 在中国这些都是悲壮的 北京梦延续乐队硬实摇滚风格 融入舒缓大气的举风 北京梦将成为兽人乐队的经典 同时乐队也将成为无可争辩的摇滚英雄 个人觉得这张专辑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 无论在制作上 歌曲的内涵 旋律 乐队的整体上各个方面 做得都非常精致 在乐队推出新作《北京梦》后 乐队成员产生变动 2003年5月 成员亡兰 独名退出 乐队招募了原战谷乐队吉他手 郭志勇和日本鼓手 标普务队 这位日本鼓手也是香波波 海飞先生 兽人乐队所小诅咒 打扰一下乐阪 现在的新扶子乐队 他都参与过 2008年 兽人乐队发行了第三张专辑第七篇 经过五年的潜伏之后 以主唱 带琴 吉他 郭志勇 贝斯 三鼓手 Telto的全新阵容 再度亮相中国摇滚乐坛 成军十一年的兽人乐队 凭借过用的音乐技术 极具煽动力的现场表演 直白 威猛的歌词表达 依旧顽强地站在国谣的第一框阵里 这张由凡人文化出品 陈宇凡丹刚制作 华语兄弟音乐全程行销 支持的摇混唱片 受人以360度破解旋转的姿态 拥出自己 使首全新作品 既温暖是热 又映朗 坚实的崭新面貌 在这张专辑里面 细心的歌迷也会听到和音的女生就是白百合 就连专辑同名主打歌曲 第七篇的NV 都是由陈宇凡与白百合出演 有的歌迷评价雨泉 表面上打着流行歌曲的幌子 其实背后一直在全力推崇摇滚 2010年 郭志勇退出乐队 并重回战谷乐队 耳光乐队的吉他手周坤加入了寿人乐队 周坤是新生在吉他手里的佼佼者 2012年 寿人乐队签约束音乐后 发行了全新EP音乐项目 新唱片凝结了寿人近几年的创作精华 音乐极具感染力 作品很容易与声音发生不明 同时歌曲主题非常宽泛 关于生命 关于爱 关于环境 这是一张作品上乘 感情饱满 制作精良 可听信极强的 有着沉变变分量的经典唱片 这张EP由寿人乐队单纲制作 从前期录音到后期缩混完成 乐队打碰了所有的工作细节 可以说这张唱片更加真实地反映了 寿人的创作理念和音乐风格 使他们不断寻找自我 超越自我的音乐见证 在此张专辑发行后 寿人乐队的新歌一直要无音讯 主唱戴琴是个感性的人 不知疲倦的摇滚歌者 为了音乐可以不顾什么后果 以富有激情和极具号召力的现场表演感染力 带动着众多乐力 是中国摇滚极具个人魅力的歌手之一 舞台上剧烈夸张 生龙婆湖与他生活中的随和 文静形成反差 在电子音乐 BJ嗨曲 无知想歌词满贵贵的今天 包括本人赛内的绝大部分摇滚人 依然留恋着这些老摇滚人和老牌摇滚乐队 曾经的经典歌曲 忧伤流略的怀念那种飞煌的时代 寿人乐队从1993年正式出道之后 就与其他摇滚人一样 共同面对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和大人对摇滚的有色看法 如 坚持的摇滚没有附和流行 相当于没有跟随着时代的脉搏 什么是时代的脉搏 生活中的心酸无奈 难道是而不见就是流行的主导 永远一个节奏的电子 BJ等素食音乐 不用思考的音乐就是流行的趋势吗 不是现在的听众理性了 无思想的音乐已经让更多的人显得自大 表情 摇滚乐在这些人的思维中 变得苦痛甚至不屑 经历过摇滚黄金时代的摇滚人和摇滚民生之 摇滚之火已经经济可危 摇滚人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理想精神和摇滚热情 继续为摇滚之火延续 他们是真正的摇滚战士 他们共同藏着摇滚的大旗前行 摇滚民只做一点 不评价的永远支持 如果大家有其他消息愿意分享 可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人看到 万分感谢 下面给大家带来兽人乐队的五首经典歌曲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这些只代表个人的喜欢 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推荐 可以在评论圈回复 推荐给所有人 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 中国的优秀摇滚和中国的这些老摇滚 请大家长按赞三秒钟 点击强烈推荐 更多的强烈推荐 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知道 咱们的老摇滚人多么优秀 那个年代是个值得名记的年代 因为你也没有你 所以我们就在手 如果 我是你的动力的话 姑娘请你给我 卖吧 在路上 心荡漾 回家的人不悲伤 又方向 不迷茫 回家的心在飞扬 抬起头 云流浪 回家的人在歌唱 在远方 有希望 回家的路在前方 回家 那那那那就是一梦鲜 我的朋友一梦鲜 我的朋友一梦鲜 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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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远方 我看见你来 你又在窗前叹息 你有你的生活 破终的世界 等过来再出 有你也有我 我心一路将悲 忘掉的所有伤悲 忘掉了瞬间的疲惫 飘泊的身心已疲倦 没有太多的余恋 我在你身边 没有太多的余恋